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到Emporium附近一個休閒宮的商場 它的位置是在Emporium旁邊的街道走進去,大概十多分鐘就到 這個商場是半露天的,一進去就會見到水池 由於它的位置都很接近日本人的住宅區 所以在這個商場都會見到很多日本餐廳和日本店 還有一些店鋪是在一般大商場見不到的,例如有買結他的店鋪 這個商場的特色是有個半露天廣場 在假日的時候,有時會舉行龍夫市集 這間是德國的啤酒屋,除了著名的德國菜之外,還有很多手工啤酒 側中都會見到小型市集在這裏賣衣服 這裏都很鄰近住宅區,所以都有一些很漂亮的家賓賣 還有一些進口的運動服飾 這個商場都被人賣活的感覺,可以買杯飲品,坐下聽一下水聲 這裏都有不同的時裝種類,有賣袋的衣服也有 主要都是入口貨 接著我們就上二樓走 上去有健身室,還有更加多的餐廳 這間就是全日本周圍都見到的咖哩飯 而這間就是賣鰻魚飯的,不過剛好一天休息 而這間裝修挺漂亮的就是賣泰國菜 我都進了去喝一杯泰式奶茶 而另一邊就有美容服務 這裏還有一間畫廊 這裏還有一間畫廊 這裏還有幾間餐廳 有些是中式的 這邊還有鞋譜和眼鏡譜 這裏還有一間畫廊 再走還有很多餐廳 還有很少見的日式拉麵 這裏還有一間畫廊 也是很高的 很高的 riff 這裏有些多餐廳 這邊還有一個顏色沙布沙布 下樓下就有些賣小食的檔口 還有在泰國很少見到的雞蛋仔 這邊還有一間日本藥妝的蟲本青 這間美國雪糕店在日本也很流行 這裡還有一間賣很多歐美產品的超級市場 然後我們就走過旁邊這個廣場 這裡有些關於車的服務 還有這間很出名的電單車店 好 都是行休閒風 側間也有一間Café可以喝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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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其中 旁邊還有汽車維修的服務 這邊還有一間很有名的中式餐廳 在這個位置有時會有夜市買沙馬小食那些東西 不過不肯定是否每天都有 而旁邊這間就是在泰國有很多分店的海鮮餐廳 而這個倉庫就買了一些在辦公室用品 賣相對照片 休閒風的店鋪 如果大家都喜歡 慢活休閒風 下次來到泰國的曼谷 不妨你這區感受一下